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观念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那我们大概也要来了解他的家谱 他的爸爸叫亚烈 也在创世纪五章二十节 以诺的爸爸叫亚烈 对我们来讲不出名 以诺的儿子叫做马图撒拉 就比较出名一点 马图撒拉的儿子叫做拉麦 我们也不熟 拉麦的儿子叫做挪亚 挪亚我们就熟了 所以讲几个名字 我们大概对以诺 马图撒拉 挪亚比较清楚 那我们都知道 以诺得到启示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那我们今天要从他的一生当中 来看他对教孩子的方法 对教孩子的方法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是他得到启示之后 才开始与神同行 我们来看 我们先了解一下 在创世纪的第七章 当挪亚六百岁的时候 这是洪水来的 那一年那一天 六百岁 那马图撒拉的意思 叫做他死后灾难就来 所以洪水来的那一年 马图撒拉死掉 那马图撒拉就是九六九 他活到九百六十九岁 那挪亚六百岁 那等于他们两者之间 相差三百六十九岁 这个是我们要 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数字 去把它整理出来 这个不是乱讲的 这个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说在创世纪的第五章 从二十一节开始讲 挪亚六十五岁 生了马图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接着下来 马图撒拉几岁 生了拉麦 拉麦几岁 生了挪亚 你把它加起来 一八七一八二 加挪亚六百 就是九六九 那为什麽要算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要看 挪亚他得到这个启示 就是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 这个启示 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 那是在 就是在 马图撒拉出生的那一年 以诺得到启示 那这样经过九六九年 将近一千年的 这个预言 以诺的这个预言 可以在他的子孙 他的子孙 他的儿子叫马图撒拉 以诺的儿子叫马图撒拉 以诺的孙子叫拉麦 以诺的真孙叫做 挪亚 这样相差九六九 那怎么那么厉害 这个一个预言 挪亚的一个预言 竟然可以在将近一千年之后 呈现 应验 而且这个应验 还是在他的子孙里面 子孙里面的接棒 以诺得到启示 马图撒拉接他的爸爸的棒 马图撒拉之后 生了孩子就生了拉麦 拉麦接他的爸爸的棒 然后拉麦生了挪亚 挪亚就接他爸爸的棒 就是拉麦 所以你注意看那个创世纪第五章 拉麦生了挪亚之后 为什么把他的儿子取名叫做挪亚 你圣经有解释 他说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要为我们 为我们来操劳 让我们得到安息 所以挪亚的字意叫做安息 挪亚这个字叫做安息 那怎么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这个家庭 这个家族 这个一代传一代 怎么把将近一千年的 这个预言 将近要经过一千年的预言 每一个 每一代 每一代 从以诺开始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世代 他们都能够掌握住 他们都愿意 相信 爸爸 阿公 祖父 曾祖父 他所说的预言 都相信 那因为相信 所以要接棒 就是要接着下来 要做一些事情 那也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信仰 阿公告诉我们 要信耶稣 不然会下地狱 你怎么信呢 你祖父跟你讲你怎么信 你曾祖父跟你讲你信吗 当然有人不信 所以有人就没有来教会了 因为他不信 小朋友 小时候还会信你信 长大就不信 什么东西 你看才几年而已 才几年而已就不信了 人家一千年 还信 这个我就很好奇了 这个是什么通天本领 这个以诺到底有什么通天本领 可以教小朋友教到这种程度 而且是子子孙孙 一个都没有失落 这个厉害 一千年 我们来看犹大书 十四节 犹大书 十四节到十六节 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 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啊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前的人 所妄行 一切不敬前的事 又证实不敬前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杠壁话 十六节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 夸大的话 未得便宜惨媚人 这个就是挪亚 他得到了启示 所以他得到启示 他就知道 因为他得到启示 他讲了这个预言 也就是做一个宣告 做一个传福音 做一个警告 在以诺的年代 以诺的年代 就一直开始传警告了 传警告 当然他也不知道 这个警告 到什么时候会到 因为他生了麻土撒拉之后 他把他的儿子 取名叫做麻土撒拉 说我这个孩子死的时候 因为他得到启示 是这个样子 那问题他不知道 他儿子可以活到几岁 所以你注意看圣经 那个活得最久的那个 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人 活那么久 吃饱没事做是不是 活九十六岁就好了 还九六九 活那么久 活六十九岁就已经不错了 活那么久干嘛 其实这个都有神特别意思 你看那个南北朝的王 都是一样 北朝哪一个王当最久 耶罗普安 就是第十三个那个王 耶罗普安 当41年 所以他结束之后 北朝就很快就结束了 南朝哪一个王最后 马拿西 五十五年 一样他死了之后 后面就一塌无土了 很快就结束了 什么意思 神就是要告诉我们 今天读经的人 你要弄清楚 神为什么给这些人 活特别久 不是他特别好 反而是特别坏 这才是问题 马拿西是很坏的一个王 在南朝 南朝一般都是好王 但是特别坏 所以后来在 列王记下二十三章 点名 南朝之所以会毁灭 点三个人的名字 就是亚哈斯 马拿西 所罗门 点名 点名 什么意思 这个要审判的 这不是点一点就好了 不是喊诱就好了 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概念 为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写 那一样 今天 以诺 他在六十五岁的时候 生了马图撒拉 他得到了一个启示 就是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 好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说 是以诺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整个世界 挪亚 整个世界就已经 就像他所说的十五节 十四节到十六节 这个内容 人已经变质了 人已经罪恶满盈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还是说到挪亚那个年代才是 还是到挪亚的爸爸 拉麦那个年代就有了 还是到挪亚的阿公 马图撒拉那个时候就有了 不知道 我们知道圣经到处 我们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 到第四节 透过婚姻 那属该隐的体系 跟属以罗氏的体系 结合 就是透过婚姻结合 生下来的那个孩子 生下来的后代 就是会朽坏的人 所以人类就一塌糊涂就开始了 所以整个创世纪第六章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从第十二节 十三节就开始乱掉 就罪恶满盈 神就叫挪亚要照方舟 要处理了 我们只是看到 挪亚那个年代 整个罪恶满盈的一个状态 可是这个罪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罪恶从什么开始的 不管 重点是以诺 不管是不是他那个年代 就已经罪恶满盈 还是真的以后才有 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 神要来毁灭当时的世代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犹大树看到的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过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挪亚为什么交职有方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 二十一节 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马图撒拉 二十二节 以诺生了马图撒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而养女 后来他就到三百六十五岁的时候 就直接升天 没有经过死亡 这个后面 这样记载 那我们看了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是有两个重点 也就是挪亚今天交职有方 就是因为有这个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他得到启示 就是借着他取孩子的名字 还有借着游大叔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一段 他得到启示 神要毁灭这个世代 所以用洪水 后来在挪亚的年代 用洪水灭了那个时代的人 几乎死光了 这剩下挪亚一家八口 其实就是死光光 这是第一个 他得到启示 所以他会做一些处理 他才会与神同行三百年 与神同行三百年 就是他比较积极 他有积极的行动 如果说我们对与神同行这个字 这个字也 什么叫与神同行 因为神看不到 神看不到怎么与神同行 你说我昨天跟某某人到高雄 到台南到台北到台东 我跟谁同行 大家可以理解 你如果说我昨天 跟主耶稣到台北去 什么东西啊 你到哪里去啊 主耶稣你有带凤尼书吗 什么会跟主耶稣呢 你跟主耶稣同行啊 你有看到吗 主耶稣有买票吗 高铁有做梅花座吗 这个就是比较抽象 你讲人同行OK 你跟讲说我跟与神同行 那就很抽象了 好 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去找 什么叫与神同行 那就是 那个米加书 六章八节 AOI已经指示何为善 已经指示我们什么叫做善 这是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反过来讲 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要具备三个动作 第一个他有没有行公义 第二个他没有 好联名 第三个他有没有谦卑 所以表示什么 今天我们要讲说 与诺与神同行 他做到什么 他做到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然后你去对照 由大书十四节到十六节 你去对照那个 那个世代 是什么样的一个世代 然后与诺是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好 那你就比较清楚说 什么叫与神同行 一样 今天我们真的要知道 什么叫与神 我们也要与神同行 所以你有没有行公义 当然这个圣经讲的行公义 他不是叫你要求别人行公义 圣经讲的行公义 是要求你自己行公义 你不要要求教会 你也不要要求政府 你也不要要求任何团体 你更不能要求别人 你反过来 你要自己省私 你有行公义吗 圣经是说 你你要行公义 圣经没有叫你说 你要去要求别人行公义 圣经有这样讲吗 是叫你 你本身要行公义 所以我们那天有谈到 扫罗不是要杀大卫吗 大卫有几次可以把他杀掉 没有杀掉 后来扫罗 良心发现 哭了 他跟大卫讲说 你以善待我 却以恶待你 你看 你比我公义 这个是当时 扫罗一个 在魔鬼离开他的时候 他最有良心 讲了良心话 扫罗跟大卫讲说 你比我公义 对你那么不好 你还对我这么好 所以人家大卫这个时候 就是在行公义 他没有 一个行公义的人 绝对不会去要求别人说 大卫没有说 对吧 你还说 你还追杀我 你只会说 不会 只会讲 不会做 没有 人家大卫也没有这样讲 因为大卫想说 那我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的 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也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扫罗是 省的受告者 扫罗是当时的君王 我不配把他杀掉 我没有杀掉 我对他好是应该的 他对我不好 是他家的事 是他跟省的事 这个就是观念 你以为大卫这么笨 那我们都特别聪明 你看 因为我们都特别聪明 说我们会要求别人行公义 那自己有没有行公义 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人临人之间会吵架 因为大家都要要求别人 很少 不要说从来没有 很少说 我要要求自己 我对 我当我认为 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 我有对人家很好吗 我有没有基本的 基本的对人家好 基本的 那我对人家好是应该的 可是我们都不是这样讲 我对你好 你应该对我好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辜负我呢 你不是这样 这个社会怎么会平安呢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在做不平安的事 怎么会平安呢 连信耶稣也不会平安 如果做到这种地步 还会平安 怎么可能 我们的道理是这样讲的吗 没有嘛 不是这样 假设我们没有这样做 所以信耶稣 你也发现说 还算也是没有平安 赶快祷告 祷告什么东西 改一下就好了 改一下就好了 比你的祷告 比你的祷告还有用 你就是不愿意 我就是不愿意 我那口气都厌不下去 继续 继续 你就继续好了 怎么会平安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 就是以诺 他真的变了一个人 为什么 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 二十节以后 就是五章第三节到二十节 因为在犹大叔讲 亚当的七世孙 他排第七 那个以诺排第七 那你看看前面这六代 前面这六代 每一个人都一样 随便找一个看 看第九节 创世纪五章第九节 以诺是活到九十岁 生了该男 第十节 以诺是生了该男之后 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 并且生了阳尼 十一节以诺是 共活了九百零五岁 就死了 好 从亚当一直到亚类 就是以诺的爸爸 请问他们的记载 是不是这个样子 完全一模一样 这叫做公式化 这叫什么意思 这叫做敬前度日 所以以诺今天是 他为什么会得到特别的启示 因为他是建立在敬前度日上面 他跟他的主 他在六十五岁以前 跟他的主 跟他的列祖列宗是一样的 跟他列祖列宗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去对照 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 敬前端正平安度日 当时以诺 以诺他的列祖列宗 包括以诺 就是这样过着 敬前端正平安度日 没有什么特别 比如说今天礼拜五 他就来聚会了 他没有说没有了 今天不然去看个电影好了 不然等一下就要封管了 没有 不会被影响 我今天该做 该在信仰上 该在拜神上面 在信仰生活 应该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你可以讲说 很无聊 没有什么创意 对啊 就很无聊 就很机械化 对啊 就很机械化 很机械化 那就是敬前度日的一个模式 度日那就是一个刻度 这样咕咕咕咕咕 一样的 那以诺是活在这种 一个这种环境当中 所以当他得到启示之后 他就更积极 与神同行 也就是说 他要去对照当时的世代 由大叔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一段 他去面对 他去面对这种环境 在这种环境当中 他还要行公义 好联名 纯千辈的心 请问你好联名 会不会被骗 会不会被利用 会啊 人家利用你的善心 利用你的爱心 不是吗 会啊 爱我关系吗 他有说 因为你利用我的善心 我就不要做善 我就不要做爱心好了 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第十一节以下 第十节以下就说了 应该十一节 因为不法的事争多 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就是这样 所以有多少人可以 可以去面对这种事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以诺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 后来比他的类足类中 他更辛苦了 比他类足类中更辛苦 那更厉害的是 既然他的生活 信仰生活 比他类足类中更辛苦的时候 他还叫他的子孙 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持守信仰 你一定要持守 好 那这个就是借着他所得到的 得到的启示 得到的启示 就是神对 给他的观念 神给他的观念 有一天神会来毁灭这个世代 所以我们要有备而来 我们所有的 我们家族的人 一定要做准备 这个是当时的 再来我们的类足类中 做敬虔端正平安度日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做 再来 第二个 以诺之所交直友方 第一个他是得到启示 那因为得到启示 也得到信仰的 信仰上的一个体验 那他把这个信仰上的体验 他第一个 他有信仰上的体验 第二个 他把这个信仰上的体验 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我们的孩子 尤其在信仰上 其实我们今天在教我们的孩子 你教他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以后出社会教社会教育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宗教教育 有没有平衡 你用多少时间教你的孩子宗教教育 你用多少时间教你的孩子 学校教育 用多少时间给他社会教育 用多少时间给他什么品德教育 还是家庭教育 我们有没有去拿捏这些 有没有去拿捏 因为宗教教育 我们你说社会上 你最多教的是什么 就是真善美 你教宗教信仰 真善美圣 神圣的圣 你要多一个圣 你要教他什么叫做圣 神圣 因为他是属神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身为父母要思考 人家以诺 怎么那么厉害 他厉害在哪 好 那我们要回过头来 以诺得到启示 请问我们有得到启示吗 有 我们的启示比以诺还多 因为整本圣经都有启示 我们得到的启示比以诺更多 可是我们教的更少 教给孩子的 不是教导的教 是教给他 教给你的孩子 你教给多少 神给你 神给你的启示比以诺更多 神给你的启示比以诺更多 那你教给你的孩子 教多少 所以你今天来启示比以诺的启示比以诺更多 也没有 是教师嘛 不是吗 我们都把我们的孩子的宗教教育的受教权 第一个把它切割 第二个把它打折 再讲也是切割打折 请问谁要负这个责任 你凭什么把它切割 你凭什么把它打折 他本来应该有的受教权在哪里 可以随便变吗 辛苦有关系吗 如果谈辛苦 以诺不辛苦吗 要行公一号联名 存谦卑心 来面对那个年代 不辛苦吗 既然谈信仰就很辛苦 怎么会不辛苦呢 天国不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吗 不然什么叫努力的人 哪一个人努力啊 努力是怎么努力的 一点苦就 这个太苦了 不要信耶稣所以不会苦 不用吃苦瓜也不会苦 什么话嘛 什么是这样讲的呢 我们今天想要得到什么 不应该有付出吗 天经地义 不管这个是不是信仰的东西 世界的东西 世界上的事就是 更何况是神的事 不用付上什么代价吗 我们就只有把圣经的话 把它当成十股不化 神带来的真理 带来的恩典 什么叫恩典 就是百百得来 再来呢 再来就没有了 因为百百得来 因为没有讲说要付出 因为只有讲说恩典 从那主耶稣那边得到恩典 百百得到很多东西 再来没有 所以不知道还要付出 付出很多 还要牺牲 这个怎么不讲呢 怎么一直讲你得到很多呢 得到不多还埋怨 刚才讲刘大叔十四节到十六节 不是这样讲的吗 发怨言 真的到那个年代的日子 那么难过吗 有那么难过吗 为什么要发怨言 那我们今天呢 是这样吗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常常讲说 今天这个时代 用我们信仰的立场去衡量 会更辛苦 那更辛苦 那我们在信仰 这个基本功要做得更扎实 人家那个以诺 那个信仰基本功就是扎实 所以他的类主 类中的那一种优良传统 那一种信仰生活 他把它弄下来 把它传承下来 敬虔端正平安度日 把它传下来 所以他没有什么特别 圣经在看 从创世纪第五章看 我们看不到以诺斯的后代 有什么特别的发展 看不出来 你反而看到创世纪的第四章 十八节到二十四节 你看那个该隐的后代 多么有发展 多么呈现了一个开创了一个文明的社会 你看差别多少 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第四章这样记 第五章为什么要这样记 它是两极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读经的人说 当时的人是两极化 你看你要走哪一个 后来在第六章这两极的 后来就变成交集的 把它结合在一起 透过婚姻结合在一起 就完了 你看就直转直下 急转直下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 从以诺看 他今天把握的就是 类主类中 就是爸爸传给我的是什么 阿公给我的影响是什么 阿公教我的是什么 那我就教我的孩子 这是他本来的生活 再加上神给他的启示 所以神给他的启示 就特别提醒你 提醒以诺 好的准备 除了你要跟类主类中的信仰生活 一模一样以外要加强 你现在要积极一点 积极一点的当然是要包括 就是第三个 你要影响你的孩子 所以他为什么要与神同行三百 为什么圣经讲到 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这三百年他在干嘛 因为圣经只有用一句话表达 与神同行三百年就没有了 然后最后就是这 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那第五节那里就开始讲了 说以诺 为什么没有经过死亡 因为在他被接升天之前 一定得到神喜悦的名证 就是证据 那你想想看 他三百年是怎么过的 神肯定这个人 因为从他得到启示到升天 这三百年神肯定他 也就是说他今天为什么可以 不用经过死亡直接升天 因为神肯定他 肯定多少年 三百年 光以诺 神肯定他三百年 所以我们看到 以诺教他的孩子 是成功的 因为他以身作者 因为他带孩子在身边 跟着爸爸做 因为我是跟你的阿公做 所以你要跟我做 我们今天会用说 年代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 时代不同 不用聚会 时代不同 不用拜神 时代不同 不用读经 时代不同 不用祷告 什么叫时代不同 我们来看 创世纪第五章 二十五节 五章二十五节 马图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 生了拉麦 我们再看 二十八节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 生了一个儿子 二十九 给他起名叫做挪牙 说这个儿子 必为我们的操作 和所中的劳苦 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 是因为耶和华 做主地 看到这里 这个光 以诺的孙子 拉麦 生了儿子 就是生了挪牙的时候 帮他的儿子 取名叫做挪牙 叫做安慰 你看他讲什么 讲这一段话 这个孩子 为我们的操作 和所中的劳苦 安慰我们 这个操作劳苦 是因为耶和华 做主地 跟犹大书十四节 到十六节 这一段 做一个对照 所以 他们的主轴 一直抓住 一直抓住 抓住一个主轴 信仰上 抓住一个主轴 我们今天的主轴 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要进天国吗 我们是要得救吗 我们不是要回天家吗 这是我们的主轴 那相对的 因为我们今天要回天家 但是我们 今天我们所生存的环境 越来对信仰上 是越来越恶劣 其实不是我们 今天才这样 人家以弄 那个年代 也是一样 一模一样 一个世代 会让神来毁灭他 包括 所多玛 俄魔 主耶稣 在马太文 二十四章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说这两个的 被毁灭的时候 一个被洪水毁灭 一个被硫磺火毁灭 为什么 都是罪恶满灭 好 那主耶稣要讲什么 今天这个世代 当我们这个世代 罪恶满灭的时候 主耶稣就再来了 所以这个世界会变得 越来越坏 不用怀疑 不用怀疑 会越来越坏 不用去争取什么 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因为如果我们希望 主耶稣再快来 快再来 那你就要看着办 就是这个样子 越是罪恶满灵 主耶稣越快来 这是主耶稣的 逻辑观念 我们今天在做任何事情 你就要想说 主耶稣是怎么说的 主耶稣不是没有说 他已经说了 他已经讲过了 难道我们不懂吗 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在争取什么 你争取那个干嘛 时代就是这样变了 一定是这样变了 要紧的是 有没有准备好自己 这才是主軸 我们为什么不抓重点呢 所以罗亚 你看我们刚才读了 罗亚 他的孙子拉麦 帮他的儿子 就是罗亚 以诺 以诺他的孙子拉麦 生了儿子 取名叫罗亚 其实他到拉麦的时候 他已经很清楚了 他已经很清楚 因为 神做主地 神就是要来审判了 神就是要来毁灭了 因为这个世界欠神一个公道 就是罗马书 三章二十三节说的 亏欠神的荣耀 这个都一模一样的 你把它连线的时候 圣经讲其实都没有离开 它都是 它是同一个道理的 你只要懂的时候 你把它连在一起 都一样 讲的都一样 就业心烈 通通讲的一样 神的原则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讲旧约 因为跟新约是一模一样 那因为旧约它已经过去式 就是历史 就是历史 那我们现在在看历史 历史就成为我们的见解 这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以诺可以教他的孩子 要特别注意 以诺可以教他的孩子 拉麦要特别注意 拉麦教他的孩子 要特别注意 他们有没有特别注意 有他们有 通通特别注意 所以经过将近一千年 将近一千年 真的洪水来了 挪亚当时六百岁 所以他的阿公叫做马图撒 969就死了 那这个到 再往前追溯 到以诺 将将近快一千年 那我们就比较纳闷 就是这些子孙 为什么愿意听 以诺的启示 以诺的预言 为什么愿意听 所谓的听就是接受 所谓的追受就是相信 你既然相信了 你要付上代价 你相信 我们今天其实 我们说我信耶稣 受洗了 其实有时候看不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信 你这边也看不出来 因为从我们的生活动作 看不出来 我们真的在信耶稣上面 真的是 是确实的 还是模糊的 是扎实的 还是随便的 其实从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因为以诺 他的教育是有方法的 所以你看他的子子孙孙 通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有三个关键点 内主内宗的敬虔度日 他的启示 他的以身作者 所以他的子孙可以配合他 完全相信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你阿公跟你说的你信吗 阿公的信仰有一个历程 你信吗 他们的这些孩子信 这些子孙信 所以他才能够稳住 稳住到挪亚的年代 因为时间到了 到挪亚的时候 就是神的时间到了 就开始准备了 准备好了 洪水就来了 就是毁灭到了 那他们这个家族就得救了 这个家族就得救了 才会有后面的故事 这是创世纪第九章 挪亚出方舟之后 另外一个新的世界要来了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的信仰 一定要有一些 有一些主軸 我们的信仰有一些关键 我们的信仰 要有一些坚持 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清晰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被这个时代潮流所影响 尤其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在教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 更重要 那个更重要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就看你了 你怎么教他 他就像什么 你教他什么 他就像什么 所以我们的责任有多重 所以我们是希望 如果有机会 站在教务处立场 我们是希望 我们以后的教员讲习会是 上大学再去 至少我现在的观念是这样 你练大学来 才来参加教员讲习会 你练了大学才来当教员 我们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教员 把它提升呢 我们为什么没有把教员的层次提升 从我们那个年代 一直到现在都几年了 还是那个样子 一样化葫芦 只此一招 所以我们相对的 我们相对的 今天我们在宗教教育上面 我们有比前更好吗 我们今天将以前的 包括聚会的时间 包括聚会的时间点 我们去修正他多少 请问修正了之后 有比前更好吗 如果没有更好 请问谁要负责 没有人负责 因为把人家失去别了 那又不是我的孩子 可以这个样子吗 教会不是什么东西不能改 当然改了之后 我们要 我们要一个省思 改了如果更好 一定要改 没有更好不能改 你没有资格改他 因为没有更好 只有更差 那为什么要去改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谈 以诺交直由方 他是有方法的 他是有坚持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在宗教教育上面 不管你是家庭里面的宗教教育 还是教会的宗教教育 要有坚持 就是要付出 尝试 427首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